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大国小将,欢迎订阅我频道,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谢谢。 据香港大公网消息,5月6日上午,乱港分子黄之锋等四人承认一起非法集结罪,他们在香港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入狱4至10个月。 案件共24名被告,暂只有黄之锋24岁,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副秘书长岑敖辉27岁,袁家卫27岁和梁凯晴26岁四人认罪。 他们承认于2020年6月4日,在维多利亚公园,明知而参与一个超过50人的未经批准集结。 其中,黄之锋被判求10个月,根正服刑刑期分期执行,曾敖辉被判求6个月,袁家卫被判求4个月,梁凯晴被判求4个月。 法官判刑时表示,基本法保障游行集会自由,但自由并非绝对,是有所归限,不论目的如何。 4名被告明知该次六四集会是未经批准集结,但仍然参与,是故意及有预谋,是公然犯法,必须判处阻吓性刑法,以反映案件的严重性及以警效尤,避免其他人效法。 他们身穿的黑衣有特别设计,而且有在社交网站发放相片。 即使他们有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集会是未经批准,不能开脱其罪责。 此外,法庭预计下月中一并审理其他不承认控罪的泛民人士。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每年6月4日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晚会,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死难者。 但港府2020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由,首次禁止支联会举办集会,但支联会和泛民人士不理会禁止,当晚仍到场。 警方其后拘捕了黄之锋,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和一传媒集团创办人李志英等26人,并起诉个人参加非法集结或删获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 26名被告中,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及进会大学学生会前副会长张坤阳已离港远赴海外,法庭已对两人发出拘捕令。 据报道,法官陈广池宣读判刑理由前特别提到,本案上次完结后,他离开法庭时听到庭内有草草的骚动。 当中有人呼喊口号,也有人在被煽动下附和。 陈法官表示,他需要提醒所有人,他们并非身处公众大堂,而是身处法庭内,这里有规矩,这里有习俗,这里有惯例,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没有人可以比其他人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不是黄之锋首次因涉嫌非法集结而被判刑。 今年4月,黄之锋涉嫌于禁止蒙面规律生效首日的2019年10月5日,参与非法集结,从而被判入狱4个月。 在去年12月,黄之锋因涉2019年6月报为湾仔警察总部一案,承认煽祸及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两罪,被判处监禁13个半月,黄县总共三案刑期为27.5月,目前正在监狱服刑。 当然,这些刑法都只是香港特区国安法生效前,2020年6月30日之前,黄之锋所犯的罪行,国安法生效后的那些涉嫌犯罪,还没跟黄之锋算账呢? 国安法里的罪名,最高可以判罚无期徒刑的,黄之锋给英美充当乱港先锋,如今落得深陷大牢,而美国英国只是干巴巴的口头抗议,不知道黄之锋有何感想。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我频道,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